而林心如用了十年的时间从一个懵懂的小女生变成了成熟的女人 十年有成记者会她也是刚刚在北京召开 97年的时候那是紫薇 如今是风神榜里面的打击 从97年的环珠格格到07年的风神榜 出道十年林心如已经从当初那个温婉动人的紫薇成长为了今天的亲属女 在日前举行的林心如十年有成记者会上 十年演艺生涯的成长和变化成为了林心如言谈话语间挥之不惧的话题 不过说到这十年间的成就 心如却表示最珍贵的其实是自己不变的心态 我觉得我最感感受最深的是我一直没有变过 我的心不管是从出道前或出道后 我一直还是当初的那个林心如 不管我现在拥有了多少事情 我觉得我是没变过 包括我的我的朋友 我周围的朋友也都是这么觉得的 而面对近年来并没有更多能超越环珠格格的佳作 心如就表示其实自己一直在做有准备的人 其实我当然自己也很希望能够有一些很好的电影剧本来找我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尽量的做好我自己 把我自己多方面的表现给大家看 可能哪一天哪个导演就觉得 我适合演这个电影里面的角色 那我觉得起码那时候我是准备好的 发布会上林心如也携手某合作厂商 共同捐资20万元助力博爱小学工程 谢谢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要电话连线 现在在北京的林心如 心如你好 哈喽两位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林心如 昨天我们看到了你出道10年的记者会 10年的时间还挺长的 现在会不会有点感触 对啊 我觉得感觉很长 可是现在想起好像是一晃眼 就像是前几天的事情一样 我发现在这个圈子里面 好像什么事情都过得特别的快 因为每天拍戏啊 没日没夜的 就一年一年的就这样子 莫名其妙地过了 那这么长时间拍了这么多戏 这么多的角色 你觉得哪个角色让你的收获是最大的 如果是让我的一开始奠定了我这样子的 有这么好的基础 那当然就是还珠格格 那在之后我也其实尝试了很多很好的剧本 包括半生园啊 还有男才女貌啊 然后还有刚刚拍完一些大池塘公主 只是很可惜 她都还没播 欣如说自己过去十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心态一直都没有变化 要知道演艺圈是一个变化最大的地方 每天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我觉得心态没变呢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你是怎么保持的 就是一直保持赤子之心吧 然后我觉得对任何事情都很感兴趣 而且知足喜福 知足常乐 那这十年之中让你最感激的一个人应该是谁 可能有很多 现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第一个想到的还是琼瑶阿姨 对啊 因为如果没有她当初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可能大家对琳心如还不是这么样的熟悉吧 也问有今天这个琳心如 还有在这十年后还可以这样出现在大家面前 对 那说到一开始的紫薇到现在的达基 变化真的非常的大 紫薇是一个很温婉 很可人 很温柔的小女人 那现在的达基呢 好像是要练一个比较凌厉的 然后是充满诱惑力的 狐媚眼神 比较狐媚的 狐媚的 对 听说你这样的一个眼神并不是很擅长 然后练的时候好像还付出了挺大的代价是吗 对啊 因为老是要做那一种 一个就是要很使坏心眼的那种眼神 然后再就是要很抚媚 很抛媚眼的 所以导演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太 也不是说不能讲说习惯 我会比较不好意思在对咒王吕良伟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认识她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 然后她 我们两个的角色的关系就是那一种 她要保护我这个公主 然后到现在就变成是她的女人了 然后每天就是要跟她就是来一些浓情蜜蜜的东西 所以一开始就很尴尬 然后突然一直叫她要再柔情一点 再妹一点 搞得我自己都很想笑 那这个眼神要拍多少条才能够达标 练了多久 其实也还好啦 就是试个几次 我通常试戏的时候比较不行 但正式来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进入状态 从台湾到内地来发展 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因为现在其实两岸三地大部分的制作都是在一起的 其实台湾或者是香港的戏 也有很多东西是要跟内地这边合作 包括取景 因为我们这里的环境还有风景 也很适合拍一些古装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必然的 然后也是很多演员怎么样都会走向这样子的一条路 那未来的一个十年有什么样的计划 会有一个里程碑新的转变 会是什么样子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 先放眼2008年吧 未来的十年太长了 我有时候觉得我如果未来十年后 我还在做 我会觉得太辛苦了一点 我希望在08年的时候 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尝试 然后包括在角色方面做更不一样的变化 因为我觉得在风神榜的这个打击 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一个很大的转变 那接下来的东西 我也是尽量会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不是说朝坏女人这个方向去发展 就是不是在一如既往的那种 是新的角色对不对 对温柔婉约的那些形象 可能是一些比较好玩的啦 或者是 还不晓得 反正多方面的角色都可以尝试 我相信只要想办法去改变 就一定可以改变 会有一个惊喜在等着我们 那我不知道新一炉的新年愿望会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先祝你身体健康 然后同时呢 事业能够发展会非常的顺利 好不好 谢谢谢谢 我也在这边先祝大家能够新年快乐 然后鼠年行大运 好 谢谢心如 谢谢心如 谢谢 拜拜 拜拜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看看香港的 谢谢